专家热议区域协调发展 推动共同富裕要尊重各个区域本身比较优势 允许各类要素合理流动高效集聚 今年年初向全社会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刚要提出 要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主体功能区战略 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 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支撑体系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将起到怎样的作用 越是面向现代化的中国区域科学发展研讨会 及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在现场 各界专家就这一话题展开了涉猎讨论 近一段时间以来 围绕共同富裕的相关讨论 一直备受全社会高度关注 从实现共同富裕的视角看 当前我国各区域发展还有哪些方面期待提高 对此 在讨论时指出 从共同富裕的角度来看 目前各地包括教育 医疗养老等在内的公共服务发展不均衡 是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 此外 我们以前常谈论东中西部的差距 现在看南北差距也显得比较突出 他分析称 共同富裕要求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 有利于居民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 同时 从共同富裕的角度来说 区域协调发展还强调不同区域的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要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 保证欠发达地区的居民公共服务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共同富裕概念的提出和下一步基本方法 标准和指标体系的研究与区域经济 区域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现在公认的共同富裕几个维度 城乡共同富裕 区域共同富裕和不同群体的共同富裕 基本都跟区域科学密切相关 高国力强调 未来我们应该更多关注欠发达地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达地区